而佛在经上只用了两种事情做代表 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 无量光 无量寿 用这两个做代表 光表空间 光明变照 寿表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时间空间 光寿就是时间跟空间 时空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包括了 没有一样能超越时空了 那么大师在此地怕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下面又告诉我们要功德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神通 无量的道理 无量的依报 这个依报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 也是无量的 也是无量的 今天世界人 心目当中所贪求的财富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财富是无量的 今天世界人 纵然拥有整个地球还是有量的 拥有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是有量的 他们的财富是无量的 真宝是无量的 真宝是身体 健康长寿 身体圆满 找不到一丝毫的确限 那叫无量 说话无量 教话众生无量 样样都是无量 阿弥陀 这个字的含义 一切的无量 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无量 我们通通都得到 怎么得到的呢 阿弥陀佛 加持给我们的 这个也很不可思议 我们到我们带阅往上 业障深重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享受 跟佛一样 这什么道理呢 想阿弥陀佛的佛报 阿弥陀佛在那里 已经是现成的了 我们到去想他的福 这么一回事情 他方世界 必须要你自己 修的这个果位 你才能享受得到 西方世界 我们生到那边 想阿弥陀佛的福 这个诸位 细细一看 四十八月就知道了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很不可思议的 这是经上讲得很清楚的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相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所以西方世界 是平等世界 我们体质 跟阿弥陀佛 也是一样的 决定没有差别 社方世界 都是有差别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差别 那个真正的 平等的世界 相貌 通通一样圆满 这个 戴一 下下平往生的 也是这个圆满 文书福行 从华藏世界 上上平往生的 也是一样圆满 没有差别